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张旭 今天23岁 来自吉林四平 我的爱情宣言是 蛋糕小妹总相亲 今天会不会是我 最后一次相亲呢 有刺哈 有刺 有眼光啊 我们生日老乡 我也是二龙湖边长大的 你也是吧 一同的对吧 一同的老乡 老乡见老乡 两眼那边吧 一会儿他俩抱起哭一个先 来看蛋糕小妹的第一个 怎么可以了解一下 有一个美丽的小镇 石岭镇 镇上住着一个美丽的姑娘 人们都叫她石岭一枝花 大家好 我就是石岭一枝花 张旭 今天23岁 朋友们都逛叫老胖 我在石岭我名声可好了 不信心打听打听 大家都认识我 艳舍 这不史咱 石岭一枝花吗 别咋样 人挺好的 这我们石岭一枝花啊 老多小伙子都做你的了 我生日就是他们家蛋糕店 老能干了就好了 大家好 这就是我的蛋糕店 今天四月份开业的 刚开始生意也不太好 然后就特别闹醒 天天苦 连哭了三个多月 现在好了 卖的也挺好的 一个月月收入在一万块钱左右 最开始开店的时候 自己一分钱都没有 一共花了15万 都是我大哥跟我老弟给我拿的 在别人家的话 要是大哥老弟拿那么多钱 媳妇早就见了 但是在我家就没有这种情况 我嫂子我兄弟媳妇也是特别支持我 我们平时处得特别好 跟亲姐妹一样 她不像别的大姑娘那么多生事的 对我特别好 我们就像亲姐妹似的 有时候我跟她老弟吵架的时候 都特别像的我 俺娘还上小学的时候 我小姑子一个人特辛苦 给我俺娘还照顾了三年 我非常感激她 她将心比心她能对我这么好 我必须对我小姑子也一样好 这就是我张旭 我就是石岭一枝花 老畔 我叫王建峰 看你的蛋糕店做得不错 今天蛋糕带来没有啊 我这喜欢吃甜食想尝一尝 啥味呢 带来给大家带来小礼物 这姑娘到这儿相亲 真要不带点啥 好像还真不行是吧 是就怕人小伙子问这问题是吧 你看真就是啊 你是特地从家那边带过来的 对特地从家带来的 是你自己做的 是我做的吗 是我做的 不过我倒是真感兴趣啊 不是王哥也跟他们一样缠啊 但是确实那个 以后面这句特别多余 因为我们大家就是这么认为 我有必要澄清一下 就证明姑娘那个短片里做的蛋糕 真的很漂亮 给王哥也准备了 你看看我知道会了 好好好 是在后面吗 在莲儿哥那 莲儿哥那 哎呀莲儿哥 莲儿哥 来把礼物给我们拿上来莲儿哥 来吧 我来把这个货币来的 来吧 我来把这个货币来 词赞 我来把这个货币来的 那种货币来的 我来个货币来的 我来把货币来的 好想要货币来的 我来把货币来的 我来把货币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ï后还都得到 优优 obț bat 又不 一起 好 十四号赵坤 没理由我想问一下 这个蛋糕里边 这玩意是那个臭豆神吗 大家应该应该休息 谢谢 前面是 特意研制了一下 特别用心给霸凌部男生做的 做的抽动 太用心了 姑娘 李洋洋 从此一说到你 大家想到了巴铃铺 另外还会想到臭豆腐 你把你臭一臭 呛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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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款蛋糕叫做什么蛋糕了 接下来你可以在你的店里面 可以出售 李洋洋同款 李洋洋同款 出名了 李洋洋同款 那我也是巴铃铺男神的 对不对 你看我家吃的表情 我这同款 你以后这蛋糕就叫巴铃铺同款 巴铃铺同款 巴铃铺蛋糕 巴铃铺蛋糕 只要我估计 他们家这个蛋糕店里巴铃铺 这一款蛋糕一定卖的最好 蛋糕界的这一款味道 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巴铃铺 巴铃铺 有谁编导我给你拿点纸巾 先照顾一下 来这边 8号 龙明 你出的人际关系 我感觉跟我妈挺像 就是我妈就属于那种 就是比如说你不管是 舅舅也好 或者是那个弟弟 那个兄弟媳妇啥的 他们不管有什么事情 肯定就是先去跟我妈妈说 然后我就觉得 在我心里头 我妈就特别伟大 特别温柔的一个人 然后刚才看那个说你兄弟媳妇 或者是那个你嫂子 愿意给你出钱开这个店 对 证明你这个人际关系 处得真的很好 我们处得特别好 所以我真的觉得挺棒的 而且这蛋糕真的挺好吃的 谢谢